ю綺綺 詞曲 傑冊 編曲 、詞曲 、編曲 、編曲 編曲 、編曲 、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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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年輕年拍攝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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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編曲 編曲 歡迎收看亞洲慢慢來 大家好 我是Pinkie 江欣慶 我是Viki 林晨慶 大家好 為甚麼會這個節目呢 就是我跟Viki經過很多人 很多員旅行後 我很想透過影音跟各位分享 從小就很嚮往像馬可波羅那個時代的旅行 我覺得那種古典時代 他們可以走路然後騎馬騎駱駝 就到很遠遠的陌生的地方去冒險 其實我後來在1998年開始 是用汽單車去環遊世界 那也去了三四個國家 因為我其實還是一直很嚮往的是 像馬可波羅那種方式的一種 很緩慢的一種旅行 那後來我在看世界地圖的時候就覺得說 因為我好像在亞洲旅行的時間比較少 那是不是有可能我可以從台灣出發 就是從我的故鄉台灣出發 然後到整個旅行結束都可以不用到飛機 那後來我發現其實從台灣到日本到韓國到大陸 其實這中間剛剛好有航線可以把它串連起來 那所以呢我後來就規劃了一個環中國海上的一個旅行方式 那所以我們是從基隆搭船到先到日本沖繩 沖縫沖縫然後到九州 然後再從九州搭船到韓國 然後最後從韓國搭船到大陸的天津港 然後我們是沿著大陸的沿岸就是一路往南 然後最後呢從廈門又可以搭船回走小山通 當時的小山通我們可以回到金門 然後呢再從金門想辦法搭船回台中 那我也算是實現了我從小的一個夢想 就是一個沒有飛行的一種旅行方式 我們以前在環遊四季的時候一人騎台單車 那因為我們到的國家都是西方國家 那我們兩個亞洲的女性騎了兩台腳踏車 又上面帶滿心 反而就很容易引起當地人的注意嘛 那我們就很有機會跟當地人交朋友 那我想說我們這次環中國海 不管是我們到日本、韓國或到大陸 我們的樣子如果我們不講話 其實好像分不大出來了 我們是不是外國人 那我就在想如果說我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 是協力車上面是兩個女孩子 然後協力車上有我們的行李 我覺得這樣的畫面一出現啊 肯定在這個人口比較密集的亞洲 會引起震撼 那我很想知道說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有比較多跟當地人互動 我們今天要從基隆 要到納罵下午三點回到 這從明朝開始就是非常重要的貿易路線 會有非常多的貨物在船上走 連我們腳上這樣船也都是貨物 那最近在K本歷史小說叫琉球之崩 講了就是琉球在整個亞洲是非常重要的貿易港 所以它自古就會像中國朝貿 然後就像日本朝貿的一個歷史小說 沒想到自己就站在這個 自古非常重義的貿易海線上 有平常啊 每天早上都有在公園慢跑的習慣 然後今天已經開始搭船了 然後就找到船上還有一塊一個繞圓圈 覺得很像小公園喔 所以現在在船上慢跑 那在海上慢跑的感覺 跟在陸地不大一樣 因為你一直繞 很棒的潮水的聲音 然後還有引擎的聲音 然後你看到來天拍 然後這整個視野360度啊 你繞一圈你在這邊跑步的時候 你就看到天跟海的交界長 所以我覺得在海上慢跑是一點很棒的事情 那我背後看到這個是 進來就是他們的大廳 然後我們昨天是先到右邊左邊的地方 那就是那個check-in的地方 那這裡的房間很 都所有的角度啊 都設了很多的窗 我們可以往外攤比較愛景 所以這個房間太太也很厲害 已經一個月就三次 一年就三十六次 我希望沒有10年 那像有三百幾次 希望沒有三百幾次 這孫子應該搬起來 容易正合你 哈哈哈哈 那你打著 那阿桑有什麼 一個月要坐到三次 做生日 喔 做生日 做生日啊 天日怕生日 那天日怕生日 不會 但是台灣什麼東西 他們不買的 他不買 他不買 他們幫我們出門 喔 那邊也不懂 我們出門 對 拿這麼多台灣 是怎麼這麼多 嗯 他們要菜 拿菜 那現在 那魚可以拿一百 可以拿一百 雞肉可以拿一百 雞肉可以拿一百 台灣菜要拿一百 就對了 他們也要吃台灣的蔥菜 阿桑妳怎麼坐十幾年了 妳覺得剛才最難忘的事情 是不是最不好 還是最恐怖的事情 沒有啦 這沒什麼特殊 這沒什麼特殊的 這平安啦 這都沒什麼 妳覺得怎麼坐最差別的事情 有嗎 沒有 還是要坐來坐去 怎麼有什麼樣子 哈哈哈哈 妳們其實都跟這個海很有關的 怎麼有人像妳這樣好 不怕水面啦 一年來坐要三十 那坐的 飛機是怕分點了 對啊 妳跟這個海角有很遠 阿國安天安全 高港風不太多 高原來過那天就不太多 阿國安天好多是高風台 路的風台沒有呢 阿以前的起山風台 阿就對他們去山嗎 因為如果水日 風台過他們才走 阿開我們才全都坐下了 這座船人 可以上船的時候覺得 做很久很久 沒想到 好啦 趕快一下就到了 所以這座船上就能做一些新鮮事情 譬如說啊 發現到這個 船已經抵達海上了 而全部的人都跑到俄羅來回城 因為他們海關在俄羅來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現在正在 火關關也正在準備 而且其實對日子也蠻方便的 那我們今天 待會下船 就是要展開我們這次 中國海地站大壩 中國海地站大壩 台灣海地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